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大家录制一个星空猫 这个要用到四种颜色 生纸 宝兰 浅蓝 和那个漂白 从上面到下面依次渐变 我们先用生纸线 先用生纸线打个活结 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区域差不多 大概就是这一个区域上面部分 用生纸线闹 我们随便绑一个钉子吧 这个无所谓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就随意闹就行 按到这上面这一块轮廓 不懂的话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轮廓先给 勾勒出来 像这样 上面这一部分的轮廓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随意闹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规律的 这个稍微可以过渡 过来一两个钉子是没有关系的 看着哪个地方空隙太特别大 你就可以把线拿过去 比如这个轮廓空隙大 我们就拉到这里 我们就拉到这里 最好不要两根线重复的走 重复的走的话有重合的地方就太粗 太粗了就会显得不是特别好看 好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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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大哥這個樣子差不多 這裡還可以拉一半 稍微好一點 然後我們先把上面的邊鎖了 比如在這裡開始結束的話就用S鎖邊 我們用的這個線好像是有點細 會比等一下用的兩種線 顏色會稍微細一點 到時候給大家發貨的時候 都是發同樣粗的顏色的線 這個好像拿錯了 好大概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 紫色的線就可以結束了 同樣找個地方勾出來 把這個線拿出來 稍微烤一下 小心別烤斷了 接下來就用 寶藍色的線 寶藍色線大概這一段 到差不多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從這裡開始 大概就這個位置 輪廓這個輪廓就不需要在那個什麼了 就左右 左右鬧就行 可以像剛剛紫色過度到寶藍這個位置 寶藍也可以過度一點到紫色 然後再次輪廓 在那邊 寶藍色的線 寶藍色營 寶藍色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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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 響鐘 簣製成聲 缺ames 反正要不要出兩根線重覆 就可以 然后大概差不多这个样子 稍微过度低一点到这边来 然后这一段也可以锁边了 直接拉到这边来 差不多这个位置 可以打几点 这个打结看不懂的话到时候可以问客服要单独的打结视频 下一种颜色就是浅蓝 这个浅蓝就比刚刚那两种线比较粗一点 线拿错了不过先用着吧 先视频先录着 像这个每一层它都会过渡过去 然后浅蓝的话 其实整个下部分都可以用浅蓝来先烙满 然后后面再用白色做一件点缀就可以 我们先把这个轮廓先给烙出来 不熟悉的朋友的话 他就可能到时候会烙错 熟悉的话可以不用烙轮廓直接 好大概的轮廓就是这样 然后在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随意烙 然后在这个区域 那么我们先开始一边 那么先走 这个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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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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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稍微往上面過度一點 撈到这个程度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锁一下边 从这里开始吧 这里刚好连接上面这一部分 这个线稍微粗一点 但是效果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们边锁的时候边往下压一下 因为等一下还要到那个白色的 到时候闹的话就会比较好闹一点 谢谢 想要这些图好看 就是尽量不要有这种 大的空隙 你发现有大的 比如说这种大的留白的话 你就用线给它从中间拉一根过去 把它切割成小部分 这里的话打接 最后面我们用 用白色给它稍微点缀一下 就这一部分吧 大概这部分 尾巴这部分和脚 绑在这里 刚刚锁边的压下去 不难不好落 这样交叉 好吗? 好吗? 我做这部分的压力 这部分的压力 響鐘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綁在這裡吧 都可以 綁在你綁哪裡都可以 白色的就稍微點綴一下 不用手邊了 好吧 基本上做完了這個 星空貓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